中国人古代作品一般是比较糟糕的 总体来讲,中国文学在整个世界之灵是比较靠后的 除非到了元朝之后 中国接触了世界,接触了外国很多的世界 然后突然间有了这个元体之后 然后中国的整个文学的水平才疯狂提高了 不然我们在元朝之前,即使是宋朝好像读书人很多 但是它的水平是很低的 就中国在表现人物心理,在刻画人物场景都是很失败的 中国到了宋朝几乎没有像样的小说,知道吧 我们有隋唐盛世,有宋朝一个完全由读书人管理的国家 但是我们在中国文学上就是恰恰是很平均的 因为我们对人性美化描写出来 美化深刻的揭示出来 美化通过故事的手段表现出来 我们的戏剂水平很差 然后突然一夜之间,元朝把欧洲所有国家都占领了 然后把这个戏剂的形式带到了中国 然后中国就开始有了像样的长篇小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什么四大名著 什么都是从明朝之后开始,有了戏剂之后开始 我们中国的文学水平在大量的提高的 然后此前,只要是在元朝之前的中国文学的水准 几乎是惨不忍睹的,几乎是看不下去的 小说是文学的极大层,知道吧 小说这种方式呢,它考验了几乎所有文学体材类型 一部小说里面它可以包含是个任何文体 议论文,官样文章,人性官场 它是包罗万象的,知道吧 只有小说这种题材,至少是目前地球的最高的一个文学形式 你们所说的游侠小说是一个很小的场景,知道吧 它不长,它就是个小故事,知道吧 它就是类似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 这种故事套故事的方式呢,成绩都是不高的 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它是讲到一个结构的问题 一个大型的建筑,这个就是说游侠小说 我们唐宋朝之前的笔记小说都是很短小的 没有所谓的结构可言,没有什么所谓的写作技巧可言 那都是很失败,很落后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的民间的建的这种个人的草坯房 跟那个摩天大厦小说,长篇小说是摩天大厦 这个地方是随着一个最高的市场